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路透社报道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表示,希望让狗来管理世界,解决地缘政治危机。 他提到自己的狗为他提供了慰藉,有时他真的不理解人类。 然而,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进展缓慢,泽连斯基陷入困境,并感到西方盟友背叛。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支持率下降,国会提供更多武器的希望也降低。 乌克兰的攻势受阻,损失惨重,泽连斯基难以让合作伙伴相信胜利即将到来。 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,乌克兰难以吸引全球关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